大家好,今天是7月5日,是星期三 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水的情況 很簡單,看到這裏都很瘋狂 不過瘋狂狂得來需要留意 似乎這個20天的平均北水道有少少是向上了 不過為什麼會向上呢? 是因為一路都是收縮了之後 才慢慢,好嗎? 不是以100元來計算,而是以幾毫子計算向上 所以現在暫時還沒有一個可以好的支持到港股的聲勢 今天能夠升的板塊呢? 大家看到是縮了很多 縮了很多是因為,為什麼呢? 是因為升了很多 這是大事方面 其他很多板塊都升了很多 那中國今天的PMI又低了 其實美國的PMI都一定低 為什麼呢? 大家都是你制我,我制你 那大家都不制住 那時之中,我是不幫助你吃叉燒飯 你又不幫助我吃雲吞麵 那大家都有雲吞麵和叉燒飯都賣不出 是不是? 那就沒法子了 那繼續不斷制低了 那繼續不斷制低了 那繼續低,出現什麼呢? 全世界的銀子流響就會萎縮 因為大家沒有錢洗到 以前你幫助那碗叉燒飯 我幫助那碗吞麵 那大家都會有了 總共這是百多元的交易 那現在都不交易的話 零了 零的時候,貨幣的要求會少 那外匯的交易也應該因此低了 首先受到影響的就是美元 暫時美元還是一個世界上交易的貨幣的單位 那現在美元一定會低了一點點 那對美元的需求就會減少了一點點 那看看個別的板塊方面 個別的板塊 就是這樣 那怎樣呢? 所有科技股都是呱囂 那原因就是 又說 美國又要制裁中國 中國又制裁怎樣 你制裁我的製成品芯片 我就制裁你做芯片的原料 中國方面呢 這些方面就很簡單 那就是 這個就是你做初一 我就做十五 那接著你要怎樣看呢? 那 我們會看回的就是 一 就是上一次布林肯來訪問的時之中 布林肯除了去北京之外 他還帶了一個 是利根號的航母母艦軍 就是南海那裡示威的 那怎樣知道呢? 那當然 有很多事情是 說來講 是又有真實又不真實 那怎樣 那怎樣知道 給中國的就是 轟錄呢? 這個全世界呢 不是很勁抽的飛機 不是很勁抽的 轟錄機 那麼 以這個低飛 三百多公里出來 來到就是將它 是突然間 去到你門口面前 你面前 你面前 就用火控雷達鎖定它 那麼 迫使這裏呢 這個 是利根號 要差不多有九十度的轉彎 很多人呢 就是轉彎走投 那麼很多人呢 當然有些人呢 就是就是 欸 行不行啊 人家根本這個 那時候的時之中 已經一早已經 找到雷達鎖定你了 你飛得過來嗎? 那麼這個世界有用東西的 就是雷達呢 是只能照到是高空 因為設計向高空 不是向海面 那麼你現在向著海面三百 就是大約是大約是十幾公尺 那時候 是貼著海面飛行呢 是很多雷達都偵察不到 這個是已知事實 那問題就是 你在這麼低飛的時候 你的控制都不好呢 因為在外面的大海裡面 浪真的很好 不要到風高浪急 分分鐘都有成四米的浪 即是成十二尺的 那麼你要控制得很好 那麼 那麼 很簡單啦 有人就認為 解放軍的戰機 那些機師 沒有那麼好的能力 控制得好 那麼 但是 我們又知道 有一個叫王偉 用了機器 來困了你 那一架 就是這個 偵察機下來 又再跟著 有些是 這個中國 是解放軍的機師 方面之中 是貼著來拍 貼著來飛 所以 連這個是 美軍的機師 都看清了別人的樣子 那即使大家看到 即是說 相對 是很 技術很高超的可以 那麼你信不信 就無所謂了 不過 衛星圖像顯示 尼根號 的確有九十度轉彎 這個是一件事 那麼 那麼 今次呢 阿耶倫來到的時候 又要帶來什麼呢 那麼 拜登在後面 就說 我會制裁你 你不給芯片出來的 那麼很簡單 那麼 中國就很簡單 做一件事 就是 你不給芯片賣給我 我就不賣 製造芯片的材料給你 那麼 因為中國有些 控制著 一兩種的 是駕同儲 是一個控制了 90%的供應量 一控制著 70%的供應量 那麼 是這一點 就很簡單的 那麼 控制著了 那麼大家就不能做 因為如果控制了 90%的時間 你慢慢要做的話 你做回你的需求 你就要有時間想想 那麼 除非當然你之前 是儲了很多貨 那就是零計 是吧 不過無論如何 你儲了很多貨 你的貨 也有中用完一天 會不會有一件事 是去到 你用完的時候 你自己 是可以開發到 駕同物處 這兩種的 是供應物料 絕對不容易 因為 裡面是牽涉很多提煉的工序 而很多工序 是中國已經拿了專利註冊 當然 我亦都可以這樣說 再遲一點 美國人就會發爛炸 什麼叫專利 你的專利 我一樣可以做 我的專利 你不可以做 那麼 這個 完全把所有的 世界貿易規則打破的 而我覺得 一定會這樣做 美國一定會這樣做 因為 我可以抄你 你不可以抄我 那麼 出現了什麼呢 沒有問題 打過 是吧 我亦都在這裏提醒大家 一件事 蘇聯 現在是開始 不是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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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俄羅斯 開始撤出 這個 洛伊亞捷的核電廠 減少了部署 那麼 烏克蘭 立刻 就要做什麼呢 就要做一些 建一些 戰士醫院 預備處理 接受了一些所謂有核輻射的商業 為什麼呢 因為很擔心 一撤出之後 那麼這個 核電站 無形監管之下 都不知道究竟被鵝還是烏呢 是搞破壞的 因為搞完破壞之後 當然了 鵝就賴烏 烏就賴鵝了 這樣產生了如果有核輻射的洩漏的話 這個是很嚴重的 不過就算有沒有這個 是輻射撤漏也好 英國 已經說被一些 貧油彈 是過去給烏克蘭 美國 也都有這樣建議 白宮考慮貧油彈 是給蘇聯 在這兩點裡面 就是產生了一個 小規模的 好像不是核戰 的核戰 如果烏克蘭 用得上這瓶油彈的話 俄羅斯 會怎樣做呢 所以 不要以為現在 是俄烏戰局 是頂頂地 沒有什麼做到 但是遲些 我估計 是會有起 那裡又會爆大件事 大家需要留心的 好了 講完這些 好像廢話之後 看一看 唉 真是不好了 頂不了上去 下回來 不過不要緊的 這件事是 升日跌日 升日跌日 現在我們升了三天 跌了一天 再跟著後面 升三天 就解決問題 對不對 無論如何 短期的阻力位 就是19450 而短期支持位 應該是18630 18630 保力加通道底 阻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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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裏 好了 那 再跟著 我們看看 就是 這個什麼呢 再跟著 看看 就是 今天 有什麼可以留意 真的好像沒有什麼留意 留意一下 中海油 中海油 最主要就是 因為油價很簡單 油價很難下 因此 它也繼續升越了 保力加通道中族向挑戰上族 現在暫時說 今天最高位 就是 十一的七號六 所以也應該要 升貨十一的七號六 才好意去買它 今天 270萬是大手成交的 如果有問題 你可以看它好 可以看它不好 可以看它不好 但起碼有用 有人肯 起 11.6 那我就高於 11.76 買 希望 也不用太 慘 所以 可以看它 暫時 暫時的阻力位 就是等於11.5 上網 12元 又不可以看得太高 現在 它的PE 是4.17倍 息率 是有10.30 大行平的投資平均 是2 有11間大行推薦它 在這一點 未來三年的盈利就是 2.58 2.51 和2.59 以人民幣計價 而派息 估計會有1.12 1.0 和1.07 派息沒有什麼 跟進 不過 我們會看看 油價是怎樣的情況 才會影響到最重要的事情 歷史波幅是22.43 啤打係數0.58 即時 大市升1元 它是升5.8 52州的低位是7.77 高位是12.6 現在目前侵向高位那邊 第二隻 可以考慮留意的是 股票 就是一個叫金力泳池 金力泳池 今天 就有少許資金 是賣進 自之前也有資金流出的 那金力泳池是做什麼呢 金力泳池 就是做一個 供應它的 和磁石有關 供應給這個 新能源 即是風力掛電 和變頻空調方面所用的 整體 你們知道這三樣東西 都是未來的 就是要發展的行業 因此 它是應該可以有的 好好的 最近 連一天 是浙江細埔都升了 那為什麼它不升呢 所以你看到之前 其實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不過 上季度介紹過 應該今季度 要新轉了 所以當時 已經跌了出來 沒有繼續持續去說 那現在今天呢 它是繼續升 所以可以再留意一下它 那就是需要怎樣呢 今天它最高位 見到13.56 所以很簡單 升穿13.6 才去吸納 今天也是價量齊升的 那希望可以繼續升升升升升 那如果來到這裡 就挺好玩 那目標價位 就望15.4 那就是支持位是12元 那支持位是11.9 那它的PE呢 是18.3 息率是1.66 大行比的評級呢 是2 有3間大行推薦它 評級很OK的 因為2.5中間位 2的話 就已經很不錯了 那它是在來三年盈利的預期呢 是6號6 9號4 1.06 那就派息呢 暫時是2號指 2號8 和3號3 是人民幣計價 那這些都是屬於未來的需要用的原材料股品 大幅半製成本股份 所以值得是要留意一下 那麼 那麼 波幅 是55.75 啡帶係數是0.61 那麼 那麼 五十二洲低位是9.4 而高位是21.72 好了 我再繼續來一隻 就是假期 Happy Summer Holiday股 就是葵程 葵程呢 他剛剛今天就有一個 有一個研究的自己說 就說 接下來的暑假呢 估計會被疫情 即是2019年那時候 出國的人數呢 出外郵的人數 增加一倍 那你就很不同了 那麼 因為這個呢 葵程的這個 他自己說 他這樣預計 這樣你會找得到它 升一倍 不過要留意的 就是在這裏 已經是升了上來 有加量齊升 調整回來 現在再跟著看看 有沒有可以好好的跟進上去 這樣的策略呢 就是應該怎樣呢 在升破了284.3 就是考慮級了 阻力在284.5元 支持位275.5元 而支持位分為275元 上面望292元 這個呢 就是旅遊消夏股 這個意思是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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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2倍 沒有色派 大行評級 是2 有6間大行推薦 的 未來3年盈利 就預期 會是 11.6 12.7 和14.四號 未來3年 都預期是沒有牌色 歷史波幅是33.6 啤打氣數是1.5 最低是159.8 而最高位是321.8 好了 今天的介紹就完了 看看這個 買賣準則 在這裏 再其次我們看看之前介紹的那些是怎樣的 有一個是1.258 1.258呢 買前日前的寫出來介紹 就是3.79是吸納 然後上面望4元 指示位是3.6.5 今天就去到3.88 最高去到3.9 而1.8欠6先 才到 那沒辦法了 繼續拿著它 那將指示位 就由3.6.5 上移到3.79 即時的買入價 如果它跌下來 就當飽和走人 接著有見到即程版 見到即程版的時鐘 就是建議在7.8買入 上網8.3 只屬於7.6 那今天來講 即是高不成低不走 所以繼續維持以前的建議 接著有一隻是廣氣 廣氣呢 就是建議起5.08欠買入 沒見到的 所以因此 即是未吃過的 所以未曾買入 接著有隻青島啤 青島啤 就建議起73.1買入 起71元 就沽出 止蝕 今天 剛剛2毫子低了 滾了下來 喝醉了 然後 接著 還有一隻 是浙江細寶 浙江細寶 浙江細寶 建議起1.93買入 已經上移過 止蝕位去2.2 當時看 去到只2.2 今天升了很多 去到最新是3.01先 不要貪心 走 雖然 最高位 是去到3.2 沒所謂 暫時 3.01先 走 走 就是這樣 另外還有一隻 是東亞 建議 就是在11元買入 不過建議之後 從未見過11元 所以就沒有賣入 投資是有風險的 需要獨立試隔 是 未見過 最高位 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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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